詞曲 李宗盛 下个红绿灯后 过几个路口 才能伤透 你擦留秋秋的温柔 这城市有人悲伤 有人遗忘 有人醉了还转下一个差 来不及欣赏 还不会原谅 把笑容面具画在脸上 这城市有人倔强 有人逞强 有人走了 渣海迟迟微凉 谁无关同样 谁念念不忘 到最后不过只梦一场 就各自疗伤 就各自疗伤 徐先生 程小姐人呢 那儿呢 她一回来就坐在那儿一直哭 一句话都不说 我怎么也不敢吵她呀 要不要我给她弄点吃的 没关系 我会看着她的 那您呢 吃点什么 没事 你去忙别的吧 好 我的爱被林芳文反复消磨着 而现在是时候清醒了 也许 这份爱从一开始 就被抛进了逆流的河水 无论我怎样挣扎 都注定游不到对岸 你也许 你也许 林芳文 彻底成为了我的过去 而未来呢 我将何取何错 我是不是该尝试着 走向那个一直望着我的男人 去享受一份 不用声嘶力竭 就能呼唤而来的爱呢 我对不起 怎么了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就自己跑来这里 但我记得你说过 在我需要的时候 这里 随时可以借我用 我 我很高兴 你还记得这句话 还好有这里 要不然 这么大的上海 我都不知道应该上哪儿去找 找一个 可以让我安安静静 把问题想清楚的地方 饿了吧 要不要我给你弄点什么吃的 很晚了 我要回去了 这不是个办法 所有的难过 痛处 都一样 藏着窝着 不动不理 其实都不是解决的方式 最好的办法 就是找一个牢靠的手臂 慢慢带着你走出去 记得我说过 我愿意候补吗 我不会逃 不会跑 不会让你不了解 你看到的 就是我的全部 没有秘密 你愿不愿意 试着 听完后半段 跳下 在哪里 想一起 拍摄 几乎 好 人们寻寻觅觅的 到底在追求什么 是下一段爱情 还是一个答案 想要卖醉的时候 喝一个人的酒 总是以为你还是会 等着我说别走 总是以为还可以挽留 原来这次不开口 不需要理由 你说累了不想再 做任何的不求 你怎么能试固 下个红绿灯后 过几个路口 才能上头 你藏了久久的温暖 又或者是下一段人生 告诉我 我和你是不是会有明天 时间的尽头 会不会有你的思念 在你给我最后 最无可奈何的叹息之前 会不会给我那样的眼神 最糟也最迷乱 诗情是我担不起的重担 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 因为你 我甘愿冒这一次心 即使 没有明天 怎么样 要生了 才七个月 没事的 七活八不活 七个月早产的多得很 不用着急 快去帮我烧点热水 小嫂 你没事吧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别管了 我来清理就好了 你要不要坐一坐 不用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起床之后 就一直心神不定的 连拿杯水 都会把杯子给摔碎了 太累了吧 这几天不是躺着就是坐着 哪里会累啊 这样吧 待会儿我炖个汤给你补补气 阿姨 你手艺太好了 这几天吃得太多 都快胖了 你胖在哪里呀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徐先生是不是跟你说过了 要出去跟几个朋友 一块吃饭啊 对啊 那 那这里就麻烦阿姨 先收拾一下 我就出门了 你要出门 穿这样啊 跟徐先生来往的都是大老板 我想可能需要打扮打扮呢 可 可现在这个时间 如果再回去换衣服 肯定会迟到的 你不用担心 你小心点 跟我进来 你看 徐先生啊早就准备好了 就看程小姐你喜欢怎么搭配 随意 随意吧 谢谢 四个月后 我走进了一场 重金打造的爱情 谢谢 好 谢谢 对 对 抱歉 我迟了 没问题 是我们早来来 这是杰尼佛 这是斯蒂文 这是我女朋友 承韵 很高兴 来 走吧 走吧 你穿了我的鞋 可惜 上海没有我的尺寸 天哪 那看来 我真的要替上海向您致歉 但是我的丈夫很喜欢上海 因为我在这里没有办法买鞋 感恩上海 不过斯蒂文 可不能高兴得太早啊 因为欲望这个东西啊 是自动会找到出口的 对 所以我的那些古董 现在得用大火柜 才能运回美国 齐飞告诉我 她的女朋友是个才女 但是她不诚实 她没有告诉我 程小姐是个美丽的才女 干杯 谢谢 谢谢你们的盛情款待 欢迎 我很喜欢你的女朋友 现在终于知道 斯蒂文为什么那么相信你的眼光了 好 谢谢 谢谢 以后要进场参加我们的聚会 你有一种把失误变得更美好的魔力 那我一定会继续努力 保持好这个魔力 好 等替了啊 不 你留在这里 我会帮你一起花时间 好吗 好 谢谢 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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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Jennifer 她很少跟一个女人这么谈的来 会不会太活泼了 是太可爱了 我怎么会那么幸运 可以拥有这一切 好了好了 不要再一直盯着我看 我都不知道鼻子该放哪里了 外面天气还不错 想不想去散散步啊 等我一下 好 早猜到你穿了一阵晚高跟鞋 脚一定会很痛的 怎么 我的脸有什么不对劲吗 你 对我太好了 那就好好爱我吧 也许是我想的太多 好 你等我一下 好 好 师父 要不你先回去吧 大不了等一下 我们可以自己打车 这 再见了 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是不是专门顾了人在你背后写这些甜言蜜语的台词 是 什么 看到他就要想到我 飞呀 对啊 飞 怎么 你看起来好像不怎么喜欢 没有啊 我只是想说 以后不要再送我礼物了好不好 家里那一屋子的名牌已经够多了 如果我答应你 那你也要答应我 明天陪我去韩国出差 又要去应酬 跟韩国人喝酒可没有像斯蒂文那样轻松 我可舍不得 那你到底要我去干吗 你可以顺便采访一些韩国的音乐人呢 原来弄了半天是让我去加班啊 其实我是想说这么多天没有看到你会疯的 好了就陪我去韩国吧 那可是 可是我答应了光辉要陪她去买东西 看来我又要输给姐妹了 这不只是场重金打造的爱情 她还是个用坚固柔情堆砌的幸福堡垒 来 当项链挂在胸前的那一刻 我意识到 原来林芳文无所不在 像七级地震一样震碎了坚固的堡垒 使我的心在刹那间动摇了 你打算买什么 不知道反正就是想花钱 也对想用买东西来发现呢 至少不长肉 吵架啦 要是真能吵起来 也比每天讲不到五句话的好 其实你们可以 她话本来就少不是吗 我也是这样安慰自己的 其实可以有很多话去讲啊 你们在同一个屋檐下 装修需要窗帘 买什么颜色的 喜欢什么样的家具啊 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很多话可以聊啊 你说的这些它就只有一个反应 你高兴就好 我跟她订婚到现在 说过最多话的一次就是买房子 我呢想买一个离市区近一点的 小一点的没走位 投资回办好吗 她呢偏偏要住在自己家里 说出习惯了 害得我每天早上要走去一个小时去上班 可是 你继续说 我先回个短信啊 许起飞 许起飞 还真甜蜜啊 她今天去韩国工作 然后从早上上飞机到现在 一个小时就来这么一通 这么好啊 真羡慕 有什么好羡慕的 你试试看就知道了 回一短信回到我手都肿了 这个呀就叫爱的代价 要不就买盏灯吧 听说光线呢是可以调节气氛的 她在医院我在公司 要气氛干吗 买烛台啊 上面可以放一只两只三只蜡烛 好多电影不都这样演吗 好浪漫的啊 买过了 她说点蜡烛太危险不要 要不然就买花瓶啊 摆在家里可以插上鲜花 这样会让房间很有生气呢 我讨厌中华 因为她会提醒我 有些事就算再努力 也是没有用的 你回来了 今天这么早啊 对不起 太早回来让你不方便 你吃饭了吗 吃过了 我买了一把椅子 听说是外国设计师得过奖的设计 你要不要看一下 你喜欢就好 承运说椅子就代表位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位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位子 所以在不同的位子上 就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你看一下嘛 看一下喜不喜欢 我说过了 你喜欢就好 这边也有点 我们才无疑 对嘛 你可不认范 就看一遍跟小妖子 以后你再搜尾 这个地方 需要给你 放它 这个月的房租和贷款 我的那份 其实 你可以直接回到我的账上 你有给过我账号吗 我很想知道 在这段关系中 我到底坐在什么位置 在这个了无生气的空间里 我又能看到什么风景 熊儿的晚上很美 想你 我知道 早点睡吧 晚安 宋迪之 你总算出现了 没有我的日子 是不是很难熬啊 没有我们的日子 你又到哪里去做蠢事了 明天一起吃饭吧 几点 在哪儿 也许是我想的太多 这城市有人倔强 有人逞强 有人走 欢迎光临 这边请 我想死你们两个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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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你这个人啊 那我也走了 你敢 你敢 就知道你们舍不得我 抱一下啦 哎呀 你到底去哪里了 还能去哪儿 就又跟爱琴去私奔啦 我还以为你经过慰安的事情 已经长大了呢 我是长大了 哪里长大了 长大的人会一群没有任何消息 就这样消失大半年吗 哎呀 这又被爱琴冲困头了 没办法 那请问小姐 你是哪里长大了 告诉你们哦 我 这次不但没有把整个人赔进去 还拿了一大笔分手费 分手就分手 干吗还要分手费啊 而且你不是只要爱琴 不要面包的吗 是拿心甘情用给我的 不拿白不拿 所以今天呢 你看 我特地选择这样子的 一个地方 这餐我请客 赶快坐吧 难怪今天这么大手笔啊 就我们三个人 要做这么大的桌子 是啊 不过呢 说实在的 这一季的男主角 到底是谁呢 叫什么名字 然后在哪里工作 我们全部都不知道 现在我们来为你纪念 一段失去的爱情 我们这个朋友 当得也太不熟了吧 哎呦 反正你们也知道 我每一个爱情故事 反来覆去就那几个套路 有什么好讲的 倒是你们两个怎么样 怎么表情看起来 好像不是很妙啊 林凡文 那是过去世了 陈运跟林凡文分手了 所以现在你可想而知 在你不在的这几个月里 错过了多少高潮迭起了吧 我错过什么高潮迭起啊 快讲了我听 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吧 嗯 我跟孙文栋订婚了 她和林凡文分手了 现在的男友是许起飞 许起飞 许起飞 哎呀 你不要这么盯着我看嘛 是因为她真的对我很好 好的如果 如果我没有跟她在一起的话 好像会收到天打雷劈一样 哇哦 我们起飞姐妹终于如愿以偿了 哎 哎 那你跟林凡文为什么分手啊 林凡文犯了一个 天底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不要跟我说她偷吃 她不像这种人啊 而且这个人你还认识 是谁啊 乐姬 乐姬 那个手很大的乐姬 下次啊要是让我看到乐姬 我一定狠狠地打她一个耳光 不过我们已经整过她了 你们两个怎么整的赶快说啊 有一次我们去逛商场的时候 我跟光辉正好看到她 然后我们就偷偷地跑到商场服务台 然后用广播跟她讲 有人在找她 结果她就上当了 哦 在她来之后你们有 狠狠骂她一段还是动台影拳吗 当然没有啊 我们才没有那么暴力呢 我们只是看她在那里沙沙等着 就乐得笑得肚子疼了 你们两个真的很逊呢 这样就可以了 反正最后她和林芳文 又没有在一起啊 而且我现在确实也过得很好啊 嗯 也对了 看来我们两个最好的姐妹 在经过各自的惊涛骇浪之后 终于也都得到了自己的甜蜜和幸福了 真好 我可不甜蜜也不幸福哦 你不是订婚了 算了 我的故事呢不适合下饭 我们还是好好地吃她一顿吧 哦 沈光辉 你平时帮客户理财的时候绝顶聪明哎 哦 我不敢相信你私底下笨成这样 怎么跑去跟未婚夫说 你心里面还爱着别的男人 哦 叫她怎么可能不生气嘛 我也想弥补啊 我也知道错了 可是 一切都不对了 你做了什么 能做的我都做了 那 一哭二闹三上吊 这三个硬招式你做了没 那再不然 生病 装吃醋 还有撒娇 这三个软套路 哎 以前我对男人用的时候也是百发百中啊 如果这些都能使伤的话 那我跟他之间就没什么问题了 什么意思啊 光辉呢 虽然现在跟我一栋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但是呢 其实他们两个就像住在一起的房客一样 啊 在那么大的房子里我经常想 我根本就是爱情坟墓里飘荡出来的幽魂 干嘛把自己说那么惨 真的 我以前再怎么忙再怎么累 都不会像现在这样 干什么事情都开心不起来 整天只想着发脾气 你想像我姐一样吗 光辉 你还不打算踩刹车 刹车 怎么踩啊 婚都定了 两家人都知道了 我怎么跟他们解释呢 管他呢 两个没有感觉的人 要怎么走一辈子啊 这就是问题所在啊 明明我不开心 他也不开心 可他偏偏还随着我结婚 我觉得他是存心想折磨我 其实我觉得唯动他是爱你的 他只不过是在等你爱上他 是吗 是吗 我也说一句坦白的 光辉 你呀这是在伤害你自己 而且还糟蹋两个男人对你的爱 难怪 你难怪什么 难怪我上次看到林芳文的时候 他整个人阴阳怪气的 我一叫他 回头看我一眼 就走了 八成是以为我知道他偷吃 怕我当众骂他一顿 幸好当时你不在 你要知道真的会上去啪啪 给他两嘴吧 我一定会的 可是 他看起来挺落寞的 好像会得不是很好 他要跟我买那幅画 是吗 因为你在专访里提到 你喜欢那幅画 你可不要心软啊 他的落寞可不是因为你 他的落寞是因为他不再是 那个呼风唤雨的林芳了 怎么说 因为现在乐坛人才辈出啊 比如安小鹿 安小鹿 你说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你也讲的那个西歪皮 安小鹿 你说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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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讲的那个西歪皮 你听 这个就是他现在 最火的一首歌 是吗 一个人回家 听念师说话 苦涩茶香 把寂寞 冲下 你灵乱的潮发 你灵乱的潮发 和你的笑容一点都 你回来了 你还没吃饭吧 我去帮你把菜热一下 在我面前 还要这样追追掩掩的 你不累我都累了 是吗 其实我觉得维栋他是爱你的 他只不过是在等你爱上他 孙维栋 就这样撞破了光辉 对安小鹿的思念 这段三个人的爱情 再一次陷入了将军 光辉明白 自己 才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 是吗 郎姐 徐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快到家了吧 好好好 我去把牛肉热一热啊 喂 是我 我是临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有空喝咖啡吗 要是不行的话也没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 当然可以 你在哪儿 所以他就在那边跟我待了整个人 两个月 那他现在是在上海吗 我让他回美国去了 如果他真的跟我来了上海 那我的压力该多大呀 该不会是你们结束了吧 那段旅程是结束了 但是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去美国找他 好浪漫啊 这是我做过的最不浪漫的决定了 可是 为了爱情 跨越千山万水 这还不叫浪漫啊 你想 如果没有了异国的浪漫街道 没有了新奇的陌生文化 那我们的感情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继续下去 我们的爱情很美好 但是对于他来说 我是这个旅途中间 最特别的 也是最不同于以往的一个经历 不过当我到了美国之后 也许一切都不一样了 哪里不一样 那里是他的世界 他需要面对他的生活 工作还有家人 爱情对于他来说 已经不是生活的主旋律了 所以我会怀疑 我们可不可以相处下去 那既然这样 为什么还要去呢 因为我不想再逃避了 既然有了疑惑 就要去弄明白他 我从前的每一段感情 都非常美好 因为我总是喜欢 在最浓烈的时候 就把它结束 然后留下久久的余韵 但是这一次 我不要再做爱情的柜子手了 所以你是想要定下来 也许是 也许不是 我也不太懂我自己 下一步要做什么 一切都顺其自然吧 走之前还会有机会 出来跟你见面吗 今天聊得不过瘾了 随缘吧 反正我在上海 还要待几天呢 那你要是哪天有空的话 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 我就随时可以出现在你面前 跟你喝咖啡 要不然 红酒也可以啊 你果然一点都没变 你去国外也就才半年而已 我有什么好变的 那你怎么跟林芳文分手了呢 你不是说她要是对我不好 就离开她 是 可问题是她没有对你不好 姐 你偏心 她都已经出轨了 你还说她没有对我不好 你看起的那一天 妈妈赶赶走 伯母 怎么会那么突然呢 癌症啊 林芳文安排她入院做手术 结果麻醉出了问题 妈妈就再也没有醒过呢 好 知道了 先生 先生 你还好吗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怎么对成这样啊 谁啊你 我是你大学同学 乐机啊 你没事吧 行了行了 你先回去吧 谢谢 谢谢啊 准备了 真有 call 我会是你你大人的 你不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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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 看我会被损了 你就ắt floating 可能早消失很快 你怎么能不能足够 你要弃一可以不努力不努力的 farming извини molt 谁个 magさん 啊 是 你干什么 方文 你干什么 你 你疯了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办啊 可你不是我 所以你应该问问你自己 你能原谅吗 可是如果我原谅林方文的话 许起飞怎么办啊 程晓韵 你完蛋了 怎么了 你啊 还爱着林方文 那你说该怎么办吗 虽然这么说 有点对不起起飞姐妹 不过 我劝你自私点 别管她了 可是 可是徐起飞她对我这么好 我怎么可以伤害她 你看光辉 你还没有学到教训吗 你啊 如果不自私一点 不残忍一点 才真的对不起许起飞 不能光想当好人 这一次啊 你就勇敢当个坏人 告诉许起飞 你还爱着林方文 这样才真的对得起许起飞啊 只能这样吗 我以为你会在家里等我 不好意思啊 有一个朋友刚从国外回来 她只有今天有时间 所以就出去和她见了个面 排在姐妹后面也就算了 现在我的地位 连朋友都不如了 真的对不起 所以为了惩罚你 没有在家里等我 我烧的菜 你统统要吃光 狼姐不是跟你做了牛肉面吗 没有吃饱啊 那是中午的事 早就消化光了 来 坐一下 我究竟是在回应一份好意 还是在糟蹋对方的心意 泡菜炒年糕 我刚学的 试试看 来啊 来啊 试试看 剁鸭很好吃 这小菜是超市买的 试试年糕啊 试试年糕啊 我都说了 这小菜是超市买的 试试年糕啊 来 来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吗 要不是他当年 重重地伤了我 今天 我不会站在这里 我是孙维栋 沈光辉的未婚妇 希望我们能有幸 请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虽然做不成你的情人 做不了你的姐妹汤 但是至少 让我做你最忠实的读者吧 是你笑得勉强 关于他的谎话 和别人的情话 你都清楚啊 却又选择了委屈装傻 这份痛 只能独自吞下 你的难过 你的软弱 我只能折磨 也许折磨我 你会好过 我 我 昨日的温 昨夜相拥 就算是冲动 还怎么 会让我 陪你看烟火 也许是我 想的太多 想的太多